好,来我们看这一个SVP2006的PAPER2 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它给你68度9cm7cm QS等于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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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的角度应该是一样 可是它画错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角度是180-68 然后再除2 我拿到是56度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边是56度 这个是56度 56度 然后56度的旁边 我用180来减56的话 我拿到是124 所以这一边 这个是124度 然后它要你找PS的长度 所以我们用对面除对面等于对面除对面这样的一个方法 上一步说 所以我的AE这一边 它就有题目要的是什么PS呢 所以PS Overside 56 等于9 Overside 68 所以我的PS等于9 Overside 68 乘 Side 56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9除5 Side 68 再乘 Side 56 8.047 OK 对 所以它是8.047 CM 接着它要的是QRS的角度 QRS QRS是这个的角度 OK 好 So我们要找QRS的角度的时候呢 它有几种方法 来我看一下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 我这个PS找到跟这个一样 所以对面除对面 对面除对面 然后 这个是两个边cap角 我可以找出我的RS先 OK 然后 还有什么方法呢 So我用两 我有两个边cap角的情况之下 我用CourseRoof找出RS OK 我这一边 这一边 这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 这一个对面 这个也是两个边cap角 怎样都是两个边cap角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一个 这一个里面 我先找出RS的那个长度先 OK 我的 RS的Square等于 这个8.047的Square 加7Square 减2 8.047 然后7 Cos 124 然后这个会是等于176.751 8 所以我的RS会是等于Square Root 176.751 8 OK 然后我们这一边 这一个 Shift Insert Square Root 不懂了 直接SquareRoot 176.751 18 13.29 13.29 这一边我拿到是13.29 所以我的RS等于13.29 所以我的RS等于13.29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个13.29 然后过后我就可以找了我的按个角 所以我的角那个这个除这个等于这个除这个 所以角那个QRS除以8.047除 Sci角这个等于Sci124除13.29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找到我的Sci角QRS 会是等于Sci124除13.29 乘8.047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个是Sci124 然后它这一边是13.29 然后再乘8.047 所以它拿到的是这一个 然后也是等于0.501 5020 5020 所以我的角QRS 会是等于OxSci0.50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Shift Sci0.502 我拿到的是30.13度 所以这个会是等于30.13度 OK 30.13度 好 下面的这一集它是一个Pyramid 它这一集是属于3D的题目 然后它是Sci4的Pyramid 长方形 然后M在V的下面 V在M的上面 JK JK 是8 这边也是8 KL 12 这边也是12 VJ 13 然后它要的是JVL JVL JVL 的这一个的长度 OK 好 首先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有第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V 这个是M 这个是J 这一边是12 这边是13 Pyramid 然后我拿到这个是5 所以我的VM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13Square 减12Square 然后我拿到是5 所以我们这一边有Square root of 13Square 减12的Square 我拿到是5 好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 我又有另外一个直角三角形 在这一边 OK 这一个是V M 然后 这个是8 这边是5 所以我的VL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5Square 加8Square OK So 5Square 加8Square 所以在这一边 它是5Square 加8Square 然后我拿到是Square 89 OK 我直接让它留着Square 89 Square 89 然后82 OK 然后我的底部呢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呃 这边是8 这边是12 J K L M 然后我的JL 我可以连接起来 Pyproporist 所以我的JL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8Square 加12的Square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就有Square root of 8Square 加12 的Square 我拿到的是4Square 13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有一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是什么呢 V J L VJ 13 VL Square 89 然后这个是4Square 13 然后它要的是JVL的角度 所以我要找它的那个JVL的角度的时候 我用Cost rule OK 我用Cost rule So它的Cost rule的话呢 我们就用那个 呃 什么 呃 这个OK Data 所以我们的对面呢 是4Square 13 的Square 等于 13Square 加Square 89 Square -2 13 然后Square 89 然后Cost Data 所以我的CostData 会是等于13Square 加Square 89的Square -4Square 13的Square 除2 乘13 乘 Square 89 OK 好 然后 然后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 我的这一个会是等于13Square 加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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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Square 13的Square 然后2乘13乘Square 1.89 拿到的是这样 OK 所以这一个会是等于1.899 然后我的Data 会是等于UpCost 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加这个挂弧 MountShift Cost 这整个东西 我拿到的是 NextError OK 有东西错了 13Square 加89 -4Square 13的Square 然后 2乘13 乘Square 89 这一边做错了 这一个 A2 加B2 -2 AB Cost 等于 C2 4Square 13 好 嗯 这一个Cost 不可能会是这样 13Square 加89 - 这一个是- 这边是- 我按到加 0.2038 所以这个会是等于0.2038 所以我的Data会是等于UpCost 0.2038 所以我在我的计算机这一边 我就直接Shift Cost 这整个东西 所以我拿到的是78.23度 78.24度 对 然后 我要找它的Area of JBL的话 我就有两个边Gap角 OK 所以我刚刚角度我找到了 OK 所以我刚刚角度我找到了 所以我的这一个 2的这一个地方 我的Area 等于1.20ab sine C 13 Square 89 Sine 78 2.24 所以我在这一边 120 13 Square 89 Find 78.24 60.033d CmSquare 60.03 60.03 CmSquare 就是这样 CmSquare CmSquare